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方舟生存進化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可能就會變成是不定期更新 不會像之前那樣子 週幾然後固定會出什麼了 反正就變成可能是不定期更新了 那我有看到你們跟我說呢 他的話我們可以那個 來收集這個金屬啊 他身上的這個減重量呢 會是蠻高的 看起來是蠻厲害的 所以我們就拿他來這邊呢 把金屬給收一收了 畢竟我們家裡面的金屬呢 其實已經不太夠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把它給叼著的話 看起來還可以飛得動耶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帶著呢 也是很大量的金屬呢 就回去了 這邊還有一大堆可以採金屬的地方哦 但是 已經差不多拿的要滿了 呵呵 另外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是 我現在這一邊呢 其實離那個火塞好像還算蠻近的嘛 就很想要直接過去找那個霸王龍有沒有 不過算了 我們還是呢先回家一趟吧 好終於是回來哦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帶的金屬呢 這一次的數量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多啊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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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放到我自己身上的話呢 我自己就都會要操縱了 呵呵 所以我會在 呵呵 我會走不了 結果就變成說 我要運送這一些東西 我要分好幾批運送了 那麼這樣子啊 在燒金屬的時候呢 我們又可以有著更多更多的這個煤炭資源可以出來啦 也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火藥了 雖然說好像槍基本上我是沒在用就是了 呵呵 天啊 其實運送這一些金屬回來呢也是相當花時間的啊 不過這個時間 呵呵 還算是蠻有價值的 畢竟我們就是可以有一大堆一大堆的金屬可以使用啊 這邊我已經懶得計算了 我們 呵呵 呵呵 到最後燒出來的話呢 這邊就是可以燒150150150啊 類似像這樣子可以燒出一大堆的 那 現在的話呢就是我很缺金屬錠 可是我不知道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好了 霸王龍的鞍到底行不行 可以了耶 所以其實霸王龍的鞍 它只要50個金屬錠就可以做出來了 所以這邊沒有問題 我們呢就直接來做一個霸王龍的鞍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去抓一隻霸王龍就對了 當然 應該是 反正 其實阿根廷巨星出去吧 然後呢 呃 呃 抓到了霸王龍之後呢 就用這一個對不對 就用這一個低溫艙的把它給關起來之後呢 我們帶回來就對了 所以我們好像沒有必要把這個鞍 帶在身上 對應該是的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阿根廷巨星剛剛飛到這邊來了 因為剛剛這邊有一隻雙雞龍在這邊找我們的麻煩 所以他們自然就全部都衝出去 呵呵 欸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我身上的東西到底有沒有都帶齊了 所以麻醉藥呢 這邊有一大堆 這邊有機聚合物 基本上他們好像會腐化的好像還蠻快的 那沒關係啦沒關係 然後我們這邊有麻醉標 麻醉標有29個 這邊還有麻醉劍56個 應該問題不大了 我們就出發去吧 我們就抓一隻霸王龍回來 好的 終於是來到了火山邊緣這一邊了 還是一樣喔 這附近怎麼大量的都是阿根廷巨嬰對不對 一樣都在這邊飛來飛去的 可能是新生成的也不一定喔 記得上一次的話呢 應該是在 偏 北側這邊嘛 就是偏那個冰山 哎呀有了有了有沒有 而且這個顏色呢 還不錯 這個顏色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等級是多少的 你的等級17的可能還算可以接受 哎17的好像可以喔 17的可以了吧 又是這個奇特的顏色 哎你要去哪你要去哪 喂喂喂 老兄你要去哪你要去哪 老兄 老兄他累了 這位老兄他累了 我沒注意到 幸虧不是在非常靠近那隻霸王龍的時候 停下來休息啊 不過呢這一邊的話 呃落差都還算是蠻大的嗎 這個懸崖的話 好像應該我們可以找到比較好的點 就直接來 看能不能來搞這一隻霸王龍了對不對 但是他去哪裡了 現在我們又看不見他了 最麻煩的就是呢 看不見他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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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在這邊 這個是什麼 那個萬聖節活動出來的嗎 那個劍龍有沒有 那個劍龍是完全身體是骷髏狀的耶 這個這個劍龍如果說抓到了的話 他難道就會一直維持骷髏狀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來抓一隻這樣的劍龍 我不知道他會一直維持這樣的 這樣的狀況耶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那個等級大概是多少的 這隻等級5的 這個還蠻有趣的耶 等級31的 應該只要抓那個等級5的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們先把旁邊的先解決掉 對那就先解決掉其中幾隻吧 先解決掉這一個 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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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位老兄好像有點厲害喔 這個 這個劍龍這麼強的嗎 不對 還是他這種特別強啊 還是要打不死的啊 原來骷髏的這麼強喔 哇另外一隻來了 另外一隻來了 我有點擔心我打死另外一隻了 因為那個等級5的 等級5的我想要抓 但是這個骷髏的 我不知道抓不抓得了就是了啦 這一個傢伙應該是 欸 這根本不會死啊 哈哈哈哈 這 萬聖節活動出來的吧 啊 怎麼打都沒有用耶 太強了吧 喔打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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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龍骨架實裝喔 OKOK是骨架實裝 啊他身上還有生肉耶 他身上居然還會有生肉耶 所以我們 剛剛拿到的是骨架的實裝對吧 實裝在哪來著這個嗎 喔劍龍骨架實裝是這個東西 所以是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直接裝在劍龍身上就好 所以我之前呢其實也就已經有了 這個實裝在呢 劍龍看起來就像一個骨架好恐怖喔 欸我之前就有了耶 結果沒有用 是不是那個骨架真的比較強啊 這個等級6的我們試試看好了 這個等級6的呢 三下就死了嘛 那剛剛那個等級5的乾脆也來打一打好了 如果他還在的話啦 等級5的那一隻 在下面那邊應該就是他的等級5的 所以剛剛這個等級6的呢 三下就可以給他死 那等級5的這個骨架的呢 1 剛剛其實他有被打到 他真的是有比較強耶 他是被類似當作精英看待了嗎 這個等級5的吧 應該完全沒有錯 哇好強啊 特殊活動的就是要這個樣子出現了嗎 因為他可以獲得特別的東西 所以說呢 他也要變得特別的強才可以嗎 就不要等一下 還有遇到什麼骨架的霸王龍啊 或者特殊的霸王龍的話就麻煩了 等級5的打了這麼多下耶 但是我們額外又獲得那個什麼 恐龍骨頭這個東西哦 好吧 原本我之前就覺得奇怪 他明明有那個萬聖節活動 結果其實我都沒遇到什麼 特別的那個萬聖節的一些生物啊 結果沒想到是在今天的時候呢 遇到了 然後發現他居然 這麼強 啊問題是啊 剛剛在這邊跟他們 耗了很多時間之後 那一隻霸王龍不知道去哪裡了 那一隻白色的霸王龍 等級10來等的 我覺得 他應該還算是蠻 蠻蠻符合 蠻適合我現在來抓的吧 但是他不知道去哪裡了 不會吧 啊就在這一個 這個這個斜坡這邊 半山腰這邊 根本沒什麼地方可以躲藏 啊結果我居然看不見他了 他是怎樣 他是直接就跳山跳下去了嗎 不太可能吧 為什麼他會不見 還是說那一隻霸王龍不小心就死掉啦 可是他又會去哪裡死掉 他死掉的話應該會看到他的屍體吧 那麼大一隻耶 霸王龍 咦在那邊嗎 在那邊 那一隻的話呢 顏色看起來是 哇塞 這下面 那是遺跡吧 這邊有遺跡 但是一樣哦 輻射污染的傢伙呢 總是會在這邊出現 所以我們要打還跳一下 這些看起來好像輻射污染的 先打掉等級呢都偏低 還想要去撿我的那個啊 戰利品啊 哎你也是你也是 你想要偷偷撿我的戰利品嗎 他跟那個 迅魔龍打起來了吧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 應該我確定是沒有來過的吧 這邊這個遺跡這一邊的話 然後 但是目前好像沒看到 他可以打開寶箱的地方 哦在這裡在外面這一邊哦 居然在外面這一邊 來吧來吧開寶箱了 這個傢伙呢是獸頭獸 也是呢之前就有遇到過的傢伙了 獸頭獸 但是後面好像比較都沒有遇到的 有可能是因為那個吧 沒有在跑到那個獸頭獸會出沒的地方 啊不是啊 現在是霸王龍 剛剛好不容易看見一隻了 顏色我覺得還算蠻奇特的 蠻特別的那個有點白色的 但是現在他又不見了 那一隻不見也就算了 為什麼沒有其他隻霸王龍出來 我記得上次飛回來的時候 不是好像有看到兩三隻嗎 這難道是那個 我殺了那個骨骼劍龍給我的報應嗎 怎麼會一隻霸王龍都沒有 然後我在這邊呢看到了一隻 精英牛龍 我們來打一隻精英牛 他確定是精英牛牛龍吧 精英牛龍吧 哦 那他附近呢看起來好像 他還有劍齒虎當他的小弟嗎 劍齒虎是他的小弟嗎 劍齒虎好像不太想要來找我的樣子 劍齒虎呢死了被我打死了 兩隻兩隻兩隻 那這邊的話呢牛龍繼續打一下 哦他可能 不知道有幾隻 有了有了精英牛龍成功了 解決掉了 所以精英牛龍解決掉的話呢 會有一個叫做精英牛龍的手背在這邊 另外還有獸皮手套 這個不太需要了吧 直接丟了 OK 繼續去找一下我們的霸王龍吧 天啊 居然會在這個時候呢 突然間找不到 明明有看到了一隻 那一隻呢給我消失不見了 這邊超容易出劍龍的 這邊又有那個 甚至泰克劍龍在這邊都出現了 劍龍好像也很常會在這邊出 哇啊 然後我來到了那一個洞穴了 啊 霸王龍 突然之間絕種了嗎 欸這邊有一棵樹 樹下面呢有一個寶箱的樣子 是的 我們又再一次呢拿到了一個卷軸了 哇 這個蠻神奇的東西 新軍開光柱之門 五等隨其進入 哇塞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之前看到那隻霸王龍會突然這樣子 就憑空消失掉 他一定是掉下去了 不知道掉到哪裡去了而已 所以他可能是在山下這一邊了嗎 我要在山腳找霸王龍了嗎 哦有一隻了有一隻了 真的沒有看到一隻了 可是呢這一隻不是之前看到的那一隻 哇哇哇 然後上面的全部都衝起來想要打我 這邊這幾隻那個 迅猛龍全部都想打我 但是可能會被他給解決掉吧 哦等級17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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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17的而且他好像被卡住了 他在那邊被卡住了嗎 如果我停到這邊的話呢 會有人找我麻煩嗎 那邊那幾隻那個 迅猛龍可能會找我麻煩 先解決掉好了 這邊有幾隻是吧 先解決掉 迅猛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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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猛龍還有劍池湖 什麼都有 什麼 哈哈 我屍體全部都堆在這邊 等一下等一下 好像好像被找麻煩了 他過來了他過來了 但是他真的卡住了耶 哎不對他把他把樹給撞掉了 哦他被打了 但是被他給咬掉了 可是他真的走不過來耶 哎哎哎誰打我誰打我 怎麼又有劍池湖了 哇塞 什麼都要從山上衝下來打我就對了 他這邊有蛋耶 我發現這上面有蛋耶 不知道誰的蛋 喂喂喂喂 不要讓我掉下去啊 這誰的蛋 甲龍的蛋耶 他下去了 他想要繞過來打我之類的吧 我們試試看能不能在這邊就戳他就可以了 就是招惹他一下 他有沒有辦法找到路上來打我呢 如果找 哦哦哦哦哦 有了有了 他兇起來 他兇 他兇起來了 他兇起來了 可是好像還是找不到路上來 而且他甚至是越走越下去了 喂 大哥 你怎麼越走越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 哇塞 那更可以了 那更可以 喂 原來如此啊 他哄叫了一聲 他哄叫了一聲嗎 是他哄叫了嗎 他的頭是不是可以讓我穿過地板打我啊 有的時候會這樣子耶 他的頭可以穿過地板打我 所以我也要小心一點才可以哦 反正繼續戳他就對了 在這裡的話 我相信應該可以比較輕鬆的 來把它給弄 哈哈哈哈哈 他居然還是 他居然還是硬勢地走上來了 然後把一大堆的樹都撞倒 就是想要來找我的麻煩 不愧是霸王龍啊 真的是霸者啊 超級兇的啊 不但把樹一直撞倒呢 然後就是要走上來有沒有 正合我意 就可以有上來到這一邊嗎 你是上不來的嗎 那這邊 哇 他上來了 他上來了 我的天 哇 真不愧是霸者啊 他走掉了 是嗎 他是走掉嗎 應該不是吧 他絕對不是走掉 他哪有可能這麼容易就走掉了 到時候我可以繼續戳他就對了 繼續戳他 透過他 他願意來就給我過來 他不願意過來 然後我就去追他 他現在是怎樣 他是快要暈了 是不是 好不是 他只是照上來了 他很會給我做假動作耶 哈哈哈 哇 哇 他其實是怎麼講 他的 現在是跨步超大的嗎 之前他是 我總覺得他以前的跨步沒有這麼大 他怎麼這麼高的懸崖都可以直接走上來啊 又哄了又哄了 那沒關係 我們沒有怕他哄的 沒有怕他哄的 沒有在怕的 他這個他可以直接走得上來耶 超猛的啦 被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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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嗎 這麼近的距離 這麼近的距離 哈哈哈 他要走了 他要走了 他這樣走了 不是 還是要走上來而已 儘可能再多戳他幾下好了 能戳就戳 哇 剛好沒有辦法戳到他嗎 這時候我難道我要拿出我的槍了嗎 反正他下去那邊也是水啊 他也走不了多遠了 我們就下去追著他吧 他看起來應該是 可能就快要暈了 或者他已經暈了嗎 他倒下去了嗎 他在這裡嗎 他好像倒了耶 他倒了他倒了他倒了 但是有一隻劍齒虎在這邊先打死哦 他是倒了吧 那劍齒虎的話 肉我先拿一下好了 欸 劍齒虎沒有來這邊嗎 我們在這邊停一下好了 我們在這邊先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對他倒了嘛 霸王龍等級17 而且是磁性的霸王龍 YES 然後 之前有打掉那個精英牛龍 看來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 像這樣子呢 還算是蠻輕鬆的 可以哇 這個都快要爛掉了 優質生肉 塞給他 塞給他 哈哈 準備等他吃吧 但是他的這個 保實度下降的 看起來是很慢啊 真的是很慢啊 我看這個優質生肉撐不了多久啊 但是他的暈眩 其實 也沒有下降的很快啊 也是也是這樣慢慢的下降啊 所以就是在這邊跟他耗時間了 所以這一隻霸王龍的話呢 剛剛可以看得到說他的那一些跨步啊都相當的大有沒有 乾脆就把他的名字叫做大腳鴨好了 沒錯 大腳鴨就是這樣 我們接受一下 吃了大腳鴨 然後他起來的話呢 現在等級呢已經來到了25啦 然後我們就直接呢先把他先裝起來再說了 對不用想太多了 哎哎哎沒點到他嗎 對他的腳壓真的很大 所以我們點他的腳 哈哈哈哈 點到他的腳直接把他給裝進來 哈哈哈 Yes 這樣子的話呢 運送起來就會非常的方便了 好啦 所以相當滿意相當滿足了 我們就可以準備呢回家了 因為呢 我們要先給他P上他的鞍 然後呢 我們要騎著他的出發 然後稍微的應該還是要訓練他 或者看一下他的各式各樣的能力吧 好啦成功的回來啦 那這邊其實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這邊的話呢 有相當大隻的就是 疾背龍還有這個雨暴龍 是目前啊 然後我們的劍 哎對我的劍龍 我只有泰克劍龍是不是 我好像只有泰克劍龍哎 啊泰克劍龍的話 他可以裝備那個嗎 他可以裝備外觀嗎 泰克劍龍應該不行吧 哎可以哦 泰克劍龍也可以裝備哦 哈哈哈哈 原來泰克劍龍也可以變成這樣子哦 如果變成這樣子的話 他還能 他還可以改變 他的那個形態還是可以改變的呢 原來如此 那還蠻酷的嘛 好啦所以我們回來了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 霸王龍的鞍呢 就先給他拿出來 終於我們可以有了霸王龍啦 但我身上有一些東西 我個人覺得 隨便亂塞 還是可以直接就丟掉了 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個東西我們先隨便塞一下吧 然後呢 就是我們的寶貝球 我們可以說呢 取把霸王龍 Yes 大腳要出來 沒錯 出來的時候呢 不要忘了 他都是會先拉一坨出來的 然後我們可以呢 他 我記得沒錯的話 根據我自己的視線來看呢 我覺得他好像 他好像比羽爆龍還要大隻 我不是太確定了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比較確定 其實他好像真的是有比羽爆龍還要大隻啦 總之我們先把這個塞給他一下 然後我們先騎到他的背上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哦 所以成就解除鎖定 這個成就現在才給我 我以前不知道騎了多少次了有沒有 大家看這個屁股啊 光是屁股他就已經比羽爆龍還大了 超大屁股耶 他是不是應該改名叫大屁股的啊 如果說有抓第二隻的話 名字也叫大屁股好了 我這邊可以看一下哦 他一開始的話呢 重量其實就已經有了510了 但是耐力的部分呢 相當的薄弱 也就是說我要他加速往前進的話呢 他其實跨不了幾步 他很快已經要沒有體力了 哇塞 你有沒有這麼累啊 喂 他超累 他現在已經 閃電那一條呢 已經完全沒有了 那現在有比較好的優點 大概就是他一開始的那個 這個攜帶重量呢 應該就不用太過於擔心這樣子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哦 如果他要去哄叫一聲的話呢 哄叫其實也會消耗一些那個 耐力或者叫體力 OMG 他被哄住了嗎 他是被哄住了 剛剛眼前這一隻 我我現在無法再哄叫 我現在無法再哄叫 哄了一次之後 無法再哄叫 然後 哦哄了 哄了 他好像是真的被震懾住了是不是 有嗎 有那回事嗎 好像完全沒有那一回事耶 他這個哄叫 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是一樣哦 沒什麼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他至少杜杜鳥呢 哄一下杜杜鳥會走嗎 杜杜鳥呢 產生了一些影響哦 他頭上呢 有一些小事情 但是 好像 剛剛杜杜鳥頭上有一個小黃圈 但是 沒什麼效果 所以這個是他按右鍵的結果 剛剛按右鍵 他是在那邊哄叫 但是效果看起來 效果看起來真的很有限 有啊 旁邊 可能真的是 我們稍微哄暈一下而已吧 那事實上呢 也不是 也不是特別厲害的感覺 所以我們直接堆一個 三角龍哄叫有沒有 其實也沒什麼用 這個孔叫呢 看起來又是一個裝飾性的功能哦 誰打我 誰打我 誰那麼兇 打我的嗎 好像也沒有 還是我不小心 不小心踩到他了 我忘了不小心踩到他 那其實這個雨暴龍 大家看哦 這個雨暴龍的話 整體看起來好像行動上是比較敏捷的 好像那個 耐力也沒有下降了那麼快哦 可是他的話呢 就看起來 他就 動作就是比較慢半拍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整體來說 雨暴龍還是 跟霸王龍呢 還是 差別還是蠻大的哦 哇 大家看 霸氣威武的霸王龍啊 不過呢 就比較可惜哦 這一隻的話呢 並不是我一開始看上的那一隻 對吧 身體呢 是白色的 可能會顯眼一點 那這一隻的話呢 這樣看起來也許在樹 樹林間比較保護色 可是在這遊戲裡面 保護色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至少以單機來說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說 我們呢 都要開始呢 去慢慢的 把他們給訓練起來吧 訓練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來去挑戰一下 看看那一個蜘蛛BOSS這樣子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方舟生存計畫 感謝大家的收看哦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啦 大家掰掰